这个黑色我衬了隆重的LACE裙 鞋我衬了两个颜色,相同的款式我衬了两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TOP款的颜色衬这双鞋是很好看的配搭 我又想找多一点颜色去平衡 我觉得这样衬也挺漂亮 颜色其实也是两个颜色,看上去也有一个平均的分布 大家看看自己喜欢哪一款的鞋 两个颜色都可以配合这一套的造型 讲回衬衬,这是一个假两件的设计 首是一个雪房的布料,有小小的弹性 过头粒就已经是这个状态 三身是一个双面尿,一个薄欄的质地 在得薄的设计部分就延伸一幅通花的斜剪的一个线条 它是做一个修饰cutting的一个小小的功用 因为侧骨位在这里,它在空側就有一个 好像修饰身形的一个小小的设计位 其实这款的三身也挺宽松的 它是一个拼边拼式的设计 令到层次感会更丰富 除了布料的一个对比之外 我也挺欣赏它一个斜削的线条 整体的一个款式风格都是简洁简弱的 一个斯文穿搭为主的 特别是它手袖配衬了雪房的布料 所以整体的观感或者出来的效果 一定是以斯文的风格先的 好像我刚才这样示范一个西裤款 或者这一种的裙 斯文的裙型 不一定要这款裙 你喜欢搭装裙裙也行 搭装网裙也行 看看你自己喜欢什么的风格 因为不同的裙或者不同的布置 搭出来的风格都会很不一样 同样都是一个斯文的托款 好像我刚才搭一个西裤 或者另外一个搭裙的观感都已经很不同 所以大家多个参考 可以看看自己喜欢走什么的路 这个款式也是很简约的 一定是容易搭裙的 斯文简约的风格为主 如果你喜欢搭裙一个 除了西裤以外的 我都很建议搭裙一个 搭裙一个 有点复古味的裙也挺漂亮的 如果你不想像我现在这个 比较隆重一点的风格的话 搭裙这种復古的裙款 也挺漂亮的 如果搭裙復古的裙 我就比较建议搭黑色的鞋 如果搭黑色的裙 我比较建议搭奶茶色的鞋 这就是个人自己的喜好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后方是这样 布料不太肉 也不需要压外打底 这样穿就已经可以了